澳联县府农业处与花莲区渔会合作重新打造向日广场 而目前已经接近完工 赏金的业者已进驻将提供游客休息区 以及花莲区的渔业渔货直销站 为每年多达11万人次的赏金活动 与提供渔民渔货直销站活化向日广场的空间 也让花莲赏金活动有更专业的码头 以及行销平台 2018年闲置至今的向日广场 日前在经过多方的努力之下 希望提供每年多达11万人次的赏金活动 以及渔货的销售空间 在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与花莲区渔会的努力之下 近日终于修缮完成 将提供花莲渔民以及赏金业者更好的观光行销平台 会有跟赏金业者的话就先点桥 那点桥之后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始进驻 然后去装潢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好了之后 那我们才再来打契约 然后公证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这样的话 然后让他们公司 然后可以就是说让游客然后可以进驻 然后可以放行李 然后对 然后有没有地方 可以然后遮阳这样子 向日广场因招商困难 闲置了七年一度被民众评为文子馆 2018年渔会与业者 合约纠纷新送多年终于结束 是否能够在整修之后提供游客赏金观光 休闲渔业的永续发展 民众与业者都相当期待 希望能够翻转花莲的渔业观光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